COVID-19零工工作者津贴条例基本资料 零工工作者津贴条例要求受覆盖的食物递送网络公司 对在西雅图提取或送达地点位于西雅图的递送订单 向零工工作者支付额外报酬称为津贴 津贴是零工工作者在提供服务以后应得的报酬 奖金、佣金和小费以外的付薪 这条法律从2020年6月26日晚上8点半起生效 至COVID-19民事紧急状态结束为止 哪些公司受到这条法律覆盖 这条法律适用的食物递送网络公司 包括通过使用线上或手机应用程序 连接用户和递送员 零工工作者提供预先安排的食物、饮品或食品杂货 有偿递送服务的公司 若要受到这条法律覆盖 该食物递送网络公司必须在全球范围内 聘用250名或以上的零工工作者 哪些零工工作者受到这条法律覆盖 这条法律适用的零工工作者 包括接受任何一间受覆盖的食物递送网络公司提供的 有偿递送服务工作的零工工作者 若要受到这条法律覆盖 该名零工工作者必须向位于西雅图的提取或送达地点递送 应该给予多少津贴 如果提取或送达地点位于西雅图 零工工作者必须得到每单最少2.5美元的津贴 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 零工工作者应该从同一定单中得到以下的额外款额 1.25美元 每增加一个位于西雅图的提取地点 1.25美元 每增加一个位于西雅图的送达地点 食物递送网络公司 必须在支付线上订单的其他薪酬的同时支付津贴 便是哪些订单符合津贴资格 将津贴从其他薪酬中分开列迹 向工作者分别提供书面通知 告知这条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其中包括免受报复的权利 通知必须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线上入口网站 用英语和工作者的主要语言发布 用户和零工工作者保护 公司禁止因为这条法律生效而采取以下行动 减少或修改西雅图的服务区域 减少工作者的薪酬 限制工作者的收入额度 增加食品杂货订单的用户费 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 我们使命是通过全面的社区和企业参与 策略性执行和革新的政策制定 以推进劳工标准 并且对种族和社会正义做出承诺 我们的服务 投诉调查 工作者拓展 企业技术援助 资源和转介 可提供口译和翻译服务 可为产机人士提供便利设施 免费服务 更多资讯 电话206-256-5297 电邮 LaborStandards at Seattle.gov 浏览 Seattle.gov slash LaborStandards 劳工标准办公室 6月26日 2020年 本文件内提供的资讯 并非法律意见 并且不应该作为法律和条例的替代 或许关于这条法律的更多详细资讯 请浏览 劳工标准办公室的 零工工作者 津贴条例网页 这条法律的更多详细